野柳地植公園 這個就是野柳地植公園啊 我剛剛說野植公園 野柳地植公園 它就是一個公園 那公園裡面呢 它裡面有很多 奇形怪狀的石頭 這裡有 這個石頭像什麼 像一個沙漏 像一個人的臉 看著天空對不對 對 這個石頭叫做女王頭 這是野柳地植公園裡面 最有名的石頭 女王 女王 因為它這樣 為什麼我看不起來 因為 我覺得 那個以為是那個它的頭髮 對 它的頭髮 它的髮技有沒有 把它綁成一個形狀 然後這是它的鼻子 它在看著天空 這一顆石頭 是 天然形成 不是有人去雕刻的喔 它是天然形成的 這個是俏皮公主 俏皮公主 對不對 它看起來像一個俏皮的公主 對我覺得它在裡面 這種石頭看起來 要取一個比較好聽的名字 人家才會去看它 對不對 這個是仙女型 好 1 那 像我們剛 為什麼 很像一個仙女的拖鞋 對啊 這是非做的嗎 沒有 這是石頭 這是 石頭 接下來我要講 這些石頭是怎麼 形成的 這原本 這是一顆大石頭 它經過了 風吹 雨打 還有海水的 沖刷 它就變成了現在的 但不是說 風這樣我們這樣 吹兩下 然後 雨啊 澆水 這樣子一下 它就會變成 從這顆石頭 變成這顆石頭 不是喔 它經過 從這顆石頭 經歷了 4000年的 變化 風吹雨打 海浪打 它才變成這顆 女王頭 雷電 雷電一劈它就壞掉了 就壞掉了 所以不可能 這種 這種東西就是慢慢的沖刷而成 這一顆石頭裡面啊 它裡面有很多成分 成分 成分就是說 它有 一顆石頭 它可能有 蓋子 有砂子 然後有 比較硬的砂 有比較軟的砂 這麼多 這一顆岩石裡面 它是有比較硬的砂 跟軟的砂 那硬的砂 它就是蓋子 那硬的砂它比較不會被海水 但那個風啊 沖刷掉 所以它 上半部啊 它這邊的石頭都是 蓋子比較多的 然後它下面這脖子啊 比較弱的 所以就被風這樣吹吹吹吹吹吹 慢慢的越來越行 然後 而且海浪啊 偶爾也會打到它 下雨下比較大的時候 它這邊也會都被沖刷掉 沒過大大的東西 對 類似的 這顆石頭是經過了4000年才變成女王頭的樣子 這顆大石頭 經過了4000年 的風吹 雨打 海浪打 然後變成現在的女王頭 以現在的速度 每一年啊 女王頭的脖子啊 會少0.2公分 每一年就少0.2公分 就是說 總有一天啊 這個女王頭的脖子啊 會斷掉 越來越稀 越來越稀 因為風吹 雨打這樣子 就會越來越稀啊 那 每一年會消失0.2至0.5公分的速度 再 慢慢的變 變小 野柳地質公園裡面的那個 石頭啊 通通都是 因為雨水沖刷而自然形成 好啦 講完石頭的行程 要來講故事 哈哈哈哈 故事故事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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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爸爸 愛格 在野柳啊 以前就是 大陸啊 跟台 跟台灣貿易 大陸 大陸就是以前的有一些商船啊 要過來這邊 這是他們貿易的必經的 航道 他們這些人要來做生意 就必須開船 從很遠的地方到 另一個 陸地上面 這樣你懂嗎 但是因為這野柳附近的這邊海域啊 其實海象 就是 海啊 天氣陰晴不停 很容易就發生 船難 就是很容易沉船啊 什麼的 當地就 就說啊 這邊 這個龜山峽 遠遠看起來 像一隻烏龜的形狀 其實啊 他是一隻烏龜金啊 烏龜金在這邊 搗亂啊 才會 造成這邊的漁船 很容易就被 沉船了 就是有一個烏龜很大隻 他就用他的法力把這些船弄成 那 玉皇大帝就知道啊 怎麼會有 這麼可惡的烏龜金害死 害死這麼多人啊 然後他就命令仙女啊 下凡啊 去殺這隻烏龜金 那大刀一揮啊 烏龜金的頭啊 就斷了 烏龜金的頭在哪邊 這一隻其實是 這一個 俠的形狀人家說是 像一隻烏龜的頭 我覺得根本不像 根本不像 沒辦法 他就叫烏龜 他就是叫做烏龜俠 然後仙女下凡的時候 仙女下凡的時候 發現啊 這隻烏龜 他們跟在 準備的 很多菜窯啊 要 取 那個 當地的 漁村的居民啊 所以 仙女就說 哇這樣 更要把他們 為民除害啊 這個是 這這些 都是 野柳地資公園裡面的 石頭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 水餃或他包 這叫竹台石 這像 像不像一個 蠟燭啊 在這個 台子上面 蛋糕 對啊 像杯子蛋糕 你就只會想吃的 這個我覺得像一個 我說 他說 這個圖片這個像 那個蛋糕 但是 他們叫做 他們叫做竹台石 然後上面幾個 然後這個叫做薑石 像一個薑 像一塊一塊的薑 有沒有像 然後這個叫做花生石 像一顆花生 在那個 他下一個 這個叫什麼 雞腿石 像不像一根大雞腿 像不像 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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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下一個 腳 像一隻雞腿 雞腿啊 裡面 在野柳地資公園裡面有很多根雞腿石 好像有兩三根 這個叫做豆腐鹽 像一個豆腐 像一塊一塊的豆腐啊 然後被刀子切過有沒有 然後一塊一塊 方方正正的 其實這個都是海水 沖刷而成 像鯉魚石啊 一隻雞腿 然後旁邊這就是竹台石 這好像是 那個布丁 然後上面擠一個奶油 叫布丁石 這叫什麼 烏龜石 麵包石 菠蘿麵包石 這個叫什麼 這叫冰淇淋石 像一個冰淇淋 握在手上 對了 這是一個杯子 對對對對對 對 仙女鞋 叫做大象石 大象 蛤 這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象的身體 這個好像 這是大象的身體 這是大象的眼睛 這是他的鼻子 這個水把他淹住以後 就好像一隻大象 半浮半沉的在水裡面 但是我覺得 好像 這個 這一塊 好像是這個輪 輪胎油 小鈕石 一手都石 這叫什麼 龍頭石 一顆龍 的頭 是嗎 這牛吧 龍的頭 其實他不同角度拍起來就不像 仙女下凡的時候就去到那邊 看到 烏龜金正在 炸起來 他的 那個 宴會桌上面有 剛剛看的那個炸香菇 有 有薑絲肥蠶 有薑石 然後還有炸雞腿啊 鐵板豆腐啊 豆腐鹽 然後還有鯉魚石 然後還有菠蘿麵包石 還有冰淇淋 還有布丁 那明明就是竹台石 好吧 你的叫做布丁 好 然後 你知道 仙女他是騎著大象下 到野柳來 殺死烏龜金 那他的大象啊 因為他急著回去天庭 他把大象遺留在海裡 所以你們剛剛才會看到那個大象石 在海裡面 就一直都沒有出來 因為仙女急著回天庭去腳趾 就是跟玉帝說 啊我已經殺死烏龜金了 所以他烏龜金也沒殺死 只砍了一刀 烏龜金啊 每次啊 只要受到痛苦 他就會冒出白煙 在那野柳弟子公園有時候可以看到白色的煙冒出來 那居民就說 啊那個烏龜金啊 鑰匙不活了又在吐白煙了 仙女有一隻鞋子 還有一頭大象 在岸邊 就急急忙忙的回走 回家了 回去天上 好了 大象是他的祖地 大象是他的坐騎啊 那時候玉皇大帝叫他下來殺烏龜金的時候他是騎著大象下來的 大象會飛啊 大象會飛啊 這是神像 神了 神 應該是這樣吧 應該是像小飛象一樣的耳朵一樣拍拍拍拍拍 沒有啦 其實這都是故事啊 這是當地的傳說 目的啊 只是要讓你們記住這些石頭的形狀而已 我覺得 會喜歡 菠蘿麵包 因為他很好吃 那你為什麼不喜歡吃雞腿 野柳地質公園啊 就是可以看到這些 奇形怪狀的石頭 蛤 烏龜冒煙啊 其實這個是當地有硫磺 硫磺 硫磺啊就是 溫泉 他是溫泉啊 對 他就是一種溫泉 你知道海裡有火山嗎 火山啊 他就是因為硫磺 冒出了 爆發了 然後他有一些硫磺在那個 山上面 流走 所以他會冒煙 會冒煙 那是因為很熱 把海水蒸發就 這是一種地質現象就對了 是 那因為他在火山的附近 你說你要說什麼 可以走了嗎 可以走了嗎 你想很想走了 我告訴你喔 還要問問題 還要問問題 欸對齁 剛剛沒有問問題 那我們先來問問題吧 講野 先問第一個 不會沒有沒有 要先問 現在先問那個 野柳地質公園的 好 那 野柳地質公園最有名的石頭 是哪一顆 看著這裡回答 女王石頭 女王頭 答對了 妹妹很認真在聽喔 好 那第二個 這是 請舉出 四種食物 好了 什麼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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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腿石 波羅麵包石 冰淇淋石 還有什麼 喔花生 4個 4個 好 啊那你還想得出什麼 哥哥講了4個 你還想 4個 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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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還有 你們討厭吃的啊 薑 薑 薑 石 還有一個 豆腐 鮮女 答對 蝦兒仙女 石 對 還有豆腐石 跟薑 還有那個 豆腐石 我們 最討厭吃的 你們沒有吃過薑好不好 沒有吃過 你有吃過 你有吃過 我有吃過家 然後到一個月 太辣了 我有吃過家 但是我有點 老師飯裡面 菜裡面有家 第二個 好 已經 已經第三題了 第三題 第三題就是 仙女忘記了帶什麼東西回天上 大廈 看仙女學 對 一個是大象 另外一個是仙女學 我得兩 沒有啦 各得兩分啦 你們兩個人都很厲害 都在這 好啦 那 野柳弟子公園的故事 就先到這裡